今天比特币的价钱正如我之前有提到 稍微有一个回调的动作 基本上也是因为ETF的新闻效果之下 比特币的价钱在短时间内成长太高 所以正常的一个回调是非常健康的 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并不需要太过于的紧张 而且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比特币6万 或是在以太币大概接近4000这个水位的时候 它的支撑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又再次跟大家分享 Plan B的Duck to Flow的这个图表 最主要是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基本上牛市已经开始形成 这个大牛到底是什么时候会来到 当然币圈的市场上有各种不同的分析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Plan B它这个图形 整体来说目前的准确率相对的还是稍微高了一点 那如果熟知Plan B的图形的朋友的话 像Stack to Flow X的这个model 这条淡蓝色的线其实就是当初2012年 自从第一次比特币减半之后 所开始的一个上行的趋势 再来这条深色蓝色的线 就是当初2016年比特币减半那个时候 紧接着的比特币的牛市的一个图形的趋势 红色的这条线就是自从去年5月的时候减半之后 比特币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图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曲线图 跟这个红色的曲线图 其实在某些程度方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很多人说 这一次的牛市的情势应该会比较倾向 像是2013年的那波牛市 它在年纪之前应该就会突破10万 然后如果在市场各个大环境之下都是非常健康的话 到达S2FX它的目标的这个价钱水位 我觉得也并不是会太困难 这个水位的话 他们目前的估算大概是28万8千左右 那如果以2013年同样的爬升的一个幅度来去估算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个stock to flow X的最高点的时间点 大概就有可能发生在明年的2月到3月之间 当然这些推演都是要基于整个市场 还是在非常一个稳定 然后投资市场还是比较持稳的一个情况之下 最有可能发生了一个事件 所以如果觉得比特币到目前6万多 就是已经相对来到一个高点的朋友的话 可能可以来仔细研究一下Plan B的这个stock to flow图形 看看你研究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那在Plan B它的图形发表之后 其中有另外一个分析师 也在下面提供他自己的分析图 然后预测比特币非常有可能可以到达45万到52万的中间 它的分析逻辑是这样子的 他认为说在最早一次比特币减半之后 到达比特币价钱的高点 那个时候成长幅度大概是有98倍 然后后来下降的幅度大概是有来到了86% 紧接了2017年的那一波牛市 从减半之后上升到最高点 大概是有30倍左右 同样的回调的程度大概也是有84% 同时他也注意到在前这两次的比特币上升中间 都已都有发生过一个盘整的情况 在第一次盘整的时候 回调的百分比大概是来到了80%左右 在上一次盘整的时候 回调的百分比相对的只有40% 那就在发生在今年年初5月时候的盘整的比例 当时是来到了大概55%左右 所以他就认为说如果照这样子来去反算的话 55%相当于就是这两个当初下跌的以之后的一个平均值 所以是将近大概60%左右 所以他也就认为说这次比特币上升的幅度 相较之下也非常有可能会接近前两次上升幅度的一个平均值 所以以这样他这个反倒推的运算方式的话 大概是将近60倍左右 大概价钱的区间就会到45万到52万中间 不过当然他这样子的一个推算中间 其实是有预设蛮多立场的 但是不论是我们做任何的分析的时候 其实自然而然都会有一些假设性的情况 不过以他这样子的反算的方式的话 也是有他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对他的这个运算法的逻辑是比较认同的朋友的话 那这次牛市的这个最高点可能就应该会来到40几万 而不是只是plan b说的大概28万左右 不过不论是价钱是多少 大家仔细看一下他这个图形的发生的一个时间点 似乎也都是落在明年第一季左右 这个部分的话就值得我们到时候来验证了 接着带大家来看几个比特币市场上面比较利多的消息 加拿大有一个退休基金 他们也决定将比特币跟以太币纳入他们之后的一个投资标的 除此之外德州的消防局他们也声称 将会投资大概2500万的退休基金到比特币跟以太币的市场上 这些退休基金相对于的是比较稳定的一些投资资金 不但可以带来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成长 同时也可以在某一个程度上面稳定加密货币市场 长期以来浮动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也表示说比特币跟以太币的投资也即将慢慢趋向一个比较成熟的投资的资产 除此之外英国有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公司将会透过收购一个区块链的APP公司 把加密货币跟手机的APP整合到他们的充电系统上面 让他们的充电系统之后都能接受加密货币的一个付款方式 除此之外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Walmart最近也开始不动声色的 在他们全国的200个据点内放置了可以接受或是提取Bitcoin的ATM机器 虽然说这个规模相较于其他华尔街的传统基金投资公司所投入的金额是少了很多 但是至少我们也可以看到Walmart这个retail的龙头 他也发现说加密货币市场在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其实很明显的就在测试加密货币付款跟交易在他们的retail市场上面 所以有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 那是不是代表Walmart在短期之内也有可能开始全面的在他们的官网上面 接受比特币或是加密货币的付款 另外在昨天的时候 Associate Press这个全球独立的新闻公司 他们已经发表声明将会开始运行Trending的节点 目的就是为了让之后新闻的一些讯息 能够更准确更迅速的传达到他们所有的客户手上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公司的营运 确实是可以跟区块链技术来去做一个整合 让整个资讯的取得更迅速更有效率 而且一定可以减少更多的花费 那原本准备在下周发行的Vanact的ETF 原本以为会是比特币发行的第二个期货的ETF 但是在美国时间星期五稍早的时候 我们之前提到的Volkari就在今天早上正式的上架 那其实这也就跟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图表上面 是不谋而合的 不过虽然说今天Volkari他们一推出的时候 整个比特币市场是有一个回整的情况 不过他们今天一发行的时候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也获得了大概1000万美金的一个注入 所以其实这个资金流入的速度 相对于的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不过也因为最近比特币期货的ETF陆续上架的情况 似乎整个市场上面的需求是远远超过这些期货的ETF所能附和的 也就造成了现在整个期货市场上面比特币的价钱 一直有往上攀升的情况 其实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对整个比特币期货的市场并不是这么的健康 所以其实就有分析师指出 如果美国的金管会SEC 他们发现到比特币期货的ETF的发行 并没有办法真正达到一个稳定的效果的话 他们可能到时候就会开始准备审查核准 实际限价的比特币的ETF 因为当他们当初想要先核准比特币期货的ETF 就是希望说能透过期货的一个方式 来去减少资本市场上面 所可能造成的一个价格的大幅的浮动 不过如果比特币期货ETF 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造成的价钱的浮动 相对的也是不可小看的 所以会不会比特币期货的ETF 最近的一个风行之下 间接的也就促成了比特币实价ETF的发行 这个部分的话也就值得让我们来期待 今天在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跟大家介绍的BLOXMOOTH 这个区块链的project 他们在今天的时候已经正式的上架 那在今天上架的时候 价钱从一开始的80C 一下子就跳到了大概5块 不过现在又开始慢慢回调当中 虽然说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 这个BLOXMOOTH的project 不过我个人的话还是会先观察一阵子 等到它价钱开始比较持稳的时候 再准备开始进场 当然你如果个人对这个project是非常看好的话 我也会把他们的contract的地址放在我的description下面 那大家可以直接到unisquad上面来去交换你 除此之外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之前已经有投资Morphis Network 这个跟供应链情景相关的加密货币的话 他们最近正在开始转换 把他们的原有的MRPH这个加密货币 转换成一个新的货币叫MMW 可以勾过Morphis Network他们的swap的系统 直接来去做一个兑换 那如果你是之前已经持有Morphis Network货币的朋友的话 我会把这个swap的直接的连结放在description下面 让大家来去进行更换 因为之后原本的MRPH这个货币 将不再有任何的升级 或是不会再继续被使用 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 就尽数的把它换到新的MNW 这个Morphis Network的正式的货币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咯 如果喜欢我content朋友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content有任何comment的朋友 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 那大家就周末愉快 拜拜